用亂环这两个字 其实是取自的意思 就是环环紧扣 我用13两个字 就是让一个层一层一层 是可以呈现的一个说法 而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埋伸 同步性发生 彼此之间的咬合是很多样东西 我尝试用语言去整理之后 希望一示范就能够有层次给各位学 在初初我们玩太极拳的时候 师傅很早期就给我们鸟 我常说鸟 鸟就什么层次都有 什么层次都没有 就是如果你有角色度 有awareness 你就很多层次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个awareness 就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总之是绿绿地了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就帮各位建立一些词语 去帮各位整理 日后你们可以自己拿出来 去留意 就是活是一个很灵活 去引领了轻灵化 这四个字 如果用师傅那本书里面讲 上半部就是逆 下半部就是定式推手 无论由单踏手 双踏手 以至到四正手 然后跨步 这些其实都是定式推手 去到大旅步 都是有定式 就是告诉你 弱略的跟随的次序是如何 但是 埋身推手 就是属于活步推手 是活的 所以 十三缺 或者我用这样的名字 云环 就是因为层层架构 去咬住 各样东西 你都可以去做分析 不过你看一点 就不理其他点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做的地方 就是这样 双踏手为之一 一个圈 我们就要在五个圈之内解决 假如我做主公那个 好了 现在你会见到我上了一步 我上了一步 但是他就立刻做的地方 就是第一 你见到他那个虚神分得很清楚 是不是 分得很清楚 个人靠了来 但是靠了太多 就是头 被我拿住 因为我拿了他的头 好吗 那么 那脚 你看我后脚 这里 对了 开回了他 如果他正说 没有开这里 我就已经打得了 那么他开 就是 膝头的肩 拿回实 拿回实 那么我要打他 他是实腿 全实 因为我还没拿回 他的腰 所以我现在就这样 就只是在一个活字 就是我做到化了 但是不能打 不能打 原因呢 他都拿正中正安树 虚实分明 可以吗 那这个叫做一个回合 尼得 尼得中正双重 双重 就是你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双重说你 所以要停一停 不然我们没办法帮你做分析 你自己也没办法做分析 试试再做 你拿到 但是 打不到 拿到 打不到 原因知不知道在哪儿 不是虚实 不是虚实 是你没有拿钟 我做回你的动作 没得打 再连些 但是再连些之余 因为你的脚绑死了 你不能连得到 那你这一步 当你一去 你其实要移前些 移前些 那你走这一步 就逼得死他 拿下巴 不拿颈 你怎么打 不行 首先中正 现在的问题是伤错 就这样走 不是 我先讲打的 不讲化的 你打不打到 是 这个重心 顶死了 是的 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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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方法 是 要是飘 要是腰歪 不行 够大力 拿他的颈 你看吧 我不讲答案 是的 放松一点 我都很势力 你照做自己的事 不需要让 你留意 我先打到哪里 先打到哪里 不是 你自己 你的感觉 你自己 你自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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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容易感受 其实这个 手固然是要拉行 如果我的手 不拉行 我只是腰去 他就可以打我 但是我拉行 不是在于 要他跌 我是要让 这一个 线 的力 他的腰 拉行了 当拉行了 我的腰 一側 膝 那是不是歪了 腰歪了 那上面那条路呢 一吊 一沉 所以 对方硬 你不害怕 即他扎到好行 都会死的 可以吗 再试 你试一下 再试一下就是动作 你看做不做到 好一点 好一点 但是你自己的松层 单纵不够 所以你飘得近 你自己 好了 这个就是你打他 你防守 怎么做 你怎么破他 如果上 因为其实 一些双 和那个双 单纵 可以 可以 不行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在拉你那边 他在拉你那边 他在拉你那边 你这样过 他就会打你前面 那如果他在哪边 但是他有这种 对了 那这样一点 很有趣 这个动作 你看 你拿我 我做你的位 那你又看了吧 你照做足 的东西 他就会打你 看 他在哪里 她在哪里 中间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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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抓住我的手 不要跌得这么紧 你的感觉如何 你们看到什么 最主要是后脚 慢 给你做 逼迷我的腰 我这样是不是我 翻身撇身脏 我未打这个 当然 那是什么呢 哪段走 松沉 中段走 因为你看慢一点 如果连些放给你看就知道 如果你逼迷我 逼迷秋高 我这样 我死得的 但如果我这样 我不死得 他死得的 可以吗 问题就是 他逼你终 你就要走终 试试 一沉担 打翻身撇身脏 我没学 翻身撇身脏 但是你沉担转身就行了 可以吗 可以吗 他还没逼你 他逼你才好走 是好多 或者这个是翻身撇身脏 你可以去打 现在我讲到那三决里面的中正案书虚实分明 中正案书虚实分明 我在上一节已经说了 在师父本书是属于不逆 即是不变的 如果用译经的角度去说 译经可以有三个解释 一就是不逆 第二变逆 第三以简易去manage变逆 而承习着不逆 这个概念